大家好,我們是東海大學生科系的學生 感謝各位的協助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我們樣本採集的SOP 先給這條魚一個專屬編號 並放上小紙片 接著把比例尺也放上 捲尺、一彎的尺或者一個硬幣都可以 再從正上方的角度拍下照片 這樣我們就可以利用照片記錄到它的體長跟魚種資訊 請幫我們連著胸臍 將整個頭部切下裝進封口袋 再來我們要取出整團的內臟 一樣放進封口袋裡 步驟包括取下一部分的魚肉、內臟和魚眼睛 是用來檢測紐西蘭學者所發現 會受到血卡毒影響的部位 而若是20公分以下 比較小的魚 就取大約10克即可 在靠近魚尾巴的地方取下約30克的魚肉 這重量大概就跟4個石原硬幣 將取下的魚肉放進夾鏈袋 再來請各位取包裹中的小標籤 寫上魚種、日期、地點 與同一隻魚的其他東西 一起放進最大的甲鏈袋裡 之後在交大張的防水紙上寫下姓名 及聯絡電話 麻煩各位在收集了20到30條魚的樣本時 將東西一併寄回 或是在今年10月以前 將已收到的東西先寄 而拍好的照片可以在拍的當天 就先寄到我們的信箱 非常感謝各位的熱心協助 以及對研究的貢獻